郭文貴議員 郭文貴議員 部長 請教一下 在整個這個流感大流行過程裡面 CDC有沒有具實對你做出相關的報告 然後有沒有具體的建議對你建議 該提高環疫的層級還是成立應變中心 還是CDC從我到我都沒有 還是他們跟你講的時候你覺得不需要 所以到目前為止 直到3月3號才有所謂的分流設計相關的計畫 請簡單說明 各位說明這個 整個流感的這個管控呢 其實它是從去年施打 請你回答我的問題 CDC有沒有具實對你回報 這次流感這麼樣的嚴重 該不該提高防疫層級或成立應變中心 就這兩個問題而已請回答 CDC持續的有提供 有沒有對你建議 有沒有對你建議 請有人聽我說 請回答我詢問的問題 已經死了八十幾個人了 請回答清楚 我有沒有對你具體建議 提高防疫層級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大流 流感大流行 應變中心有沒有 沒有具體的說要成立應變中心 沒有請你退下 請所長導悟我 你沒有對部長建議要提高防疫層級 對不對 你沒有建議部長應該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沒有 那我請教你 莫斯為什麼成立 伊波拉為什麼成立 2009年的H1N1為什麼成立 報告委員 你跟我講 這三個都已經成立的應變中心 總共發生了多少病例死亡 簡單說明 報告委員 有關成立指揮中心的呢 傳染病防治法會由CDC來做評估 然後承報給這個部長 所以評估之後 伊波拉必須要成立 對不對 莫斯必須要成立 好 2009年的H1N1必須要成立 是沒錯 那現在這一次的流感 它的嚴重性 不及2009年的H1N1 不及伊波拉 不及莫斯 所以它不需要成立 它的嚴重性 假使是以死亡的人數來看是 但是假使是以它的致病例呢 跟它所產生的恐慌度的程度 對於國家的危害呢 相對來講它是比較小 產生的恐慌度是你在評估界定嗎 是我們 是憑你的心裡的自己的感受 你的感覺來判定嗎 報告委員 請問一下 死的病例 因為治病死亡的病例 一例死亡 跟824的病例死亡 請問一下哪一個會製造成恐慌 報告委員 有關這個整個的傳染病的高度不確定性 我想自從SARS之後呢 整個防疫單位都是戒慎恐懼 那麼我也跟委員報告呢 對於這一次呢 CDC沒有辦法呢 在第一時間呢 全面的而且即時的呢 來對於醫界跟民眾呢 提出這個警訊呢 CDC呢 呃是非常的 聲表歉意 我也跟部長呢 表達 所以你現在聲表歉意 是要向全國人民道歉 你就表達清楚一點 是 而且呢 我也已經 我已經向部長呢自行處分 那麼這件事情呢 是 你怎麼處分 如何自行處分 對 那 有關 引救辭職還是什麼自行處分 請把你自行處分 講清楚 你為什麼在第一時間 沒有辦法跟醫療的相關機關 相關團體 溝通清楚 你為什麼覺得到現在 還不是製造成恐慌 最嚴重的一個階段 你們在農曆過年後 就已經片面的宣布 高峰期已過 你們在這整個大四季清清楚楚 你們在三月初 還持續在講 高峰期已過 但是持續的 流感引發的 病發重症 死亡人士 節節升高 創造 五年來 單日的最高 創造這五年來 死亡人數 引游感死亡人數 併發重症 的最高數 還不會製造成恐慌 這兩天媒體報導 多加開了幾床 都還不夠 而且 A型 可能轉換 變成B型 增加到三成 還不夠恐慌 什麼叫做 什麼才叫做恐慌 什麼才叫做流感大流行 你要什麼自清楚問 你說清楚啊 報告委員 我想 報告委員 容我說明一下 你在贏什麼 你在贏什麼 我想 對於這個疫情的公開 你該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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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提升 為什麼都不做回 報告委員 我想容我說明一下 我想這個有關疫情的公開跟透明 這是我們的第二生命 從來沒有一個防疫人員敢在這個疫情上面呢 做任何的隱匿 那麼今天我們的掌握的疫情呢 當然有的時候是因為根據這個 醫院的通報 沒有辦法非常的急 根據醫院的通報 從2003人SARS到現在 不管是2005 2006 2009 所有的針對相關的流行病學 相關的流行性感冒 基本上通通有所謂你們的準備計畫 你們還有定點的監測醫師呢 你們CDC還對這些監測醫師 有長期的訓練 然後有說定點的這樣的監測 很抱歉 你請教一下監測的結果是怎樣 這些CDC當時你們培訓的 這些監測定點的醫師 現在人在哪裡 提供你什麼數據 很簡單跟委員會 跟全國媒體說明清楚 這些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你們編了錢 你們在培訓的人 把這些數據 現在狀況 你跟委員簡單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也報告委員會 這整個的監測的體系呢 其實是包括四個層面 第一個呢 是有關病毒的監測 這個是呢 我們建立的一個防疫網呢 跟全國的實驗室呢 直接做聯繫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呢 這個病毒的一種變化了 所以之所以我們現在發現說 你回答我定點監測醫師 現在有沒有具實提供相關的數據 給你們CDC 有 最有根據的參考 有嗎 就是 過去的定點醫師 是一種舊的這個做法 現在持續在做嗎 因為 現在呢 我們可以透過 現在有持續在做嗎 現在呢 健保 因為每日呢 醫師都要上傳資料 所以呢 我們現在 CDC的定點醫師 現在有沒有在具實提供你們相關的這些數據 有或沒有 這麼簡單的問題 請答我 因為定點醫師是一個舊的系統 所以就是沒有了嘛 你剛才回答我有 現在沒有了 是不是你們把它取消掉了嘛 對不對 是很早就取消了 多久以前就取消了 大概在四五年前 就把它取消了 因為那個不是一個重點 我剛才已經跟委員講了 我們現在有四種層次呢 來監督 來監控這個疫情 這一次最大的問題是在於 我們是看到 他的感染的高峰確實已經過了 那麼他的門診的高峰已經過了 你還可以持續講說高峰已經過 對 是真的過了嗎 是真的過了 真的過了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你在 你在本年度的第三週 也說高峰已經過 你在三月初又說高峰已經過 到底什麼時候才叫做高峰已經過 請你說明清楚 是 你不要在這個委員會 又製造恐慌 不會 報告委 這就是我們可能溝通不足的地方 因為這裡面 你跟誰溝通不足啊 你跟部長溝通不足 你跟院長溝通不足 你跟相關的 衛福部相關單位都溝通不足 我想這樣子 這個報告委員 我們是有那個責任呢 需要把這個疫情稍微 用科學的方法來講 所以這裡呢 確實有感染的高峰 有門診的高峰 有重症的高峰 也有死亡的高峰 那麼當我們在講高峰的時候 或許我們自己努力的不夠啦 也不是溝通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當我們講說高峰已經過的時候 我們是在講感染的高峰 從實驗室的監測的這個結果 但是確實是呢 我們跟第一線的醫療人員的感受呢 有拖緊 我覺得你還處在於草菅人病的高峰階段 CDC的署長 所以 容我跟委員再報告一下 你的高峰有幾個面向 你的高峰有幾個面向 針對一個大流感 你的高峰必須要有幾個面向 你現在在講什麼啊 你專業到這種程度嗎 你是在騙人啊 節節高升的流感引發的重症死亡案例 沒有下降 你要從哪一個面向 來跟社會大眾 說 是從哪一個面向沒有高峰 哪一個面向有高峰 你當我們是什麼啊 你到現在還在掰啊 你的事情在處問什麼東西啊 你要處問什麼 我的處分呢就是說 一個流感 一個流感 已經84例死亡 去年的香港 流感大流行死亡500病例 沒有辦法讓我們台灣引以為戒 沙士發生了這樣的 產狀 沒有辦法讓我們提高 更深的這樣一個警訊 然後你們一再的宣稱高峰已過 然後又再一個高峰 再宣稱高峰已過 又再一個高峰 你現在跟我講說高峰有四個面向 你現在跟我講說高峰有四個面向 部長 你們都有武器 你們都可以為台灣的蒼生 因為一個流感 降低人命的損害 你們只要提高 防疫的層級 你們只要有應變中心 我想不用到3月3號 還到晚上的時候 分流的計畫 已經宣布了 相關的專責醫院 在以前的整備計畫通通都有 不會搞到 搞到焦頭爛了 不會搞到 到了晚上才在宣布 不需要做這種事情 今天如果他 CDC的署長 盡早讓你知道 我看我們還是 盡快的把防疫的層級提高 也不需要到今年初 才擴大到所謂的疫苗注射 65歲以下 今天我們有太多 因為死亡的病例 有超過9成 9成5 9成6 通通是沒有施打疫苗 這非常清楚 你們到年初 才擴大到65歲 這次死亡人數 的年齡 老中青 善待都有 這是由死來最嚴重的 然後施打疫苗 你們張上淳 前副署長已經講話了 那個報導裡面很清楚 前面是在講 講某種程度的災要 後面其實在指責你CDC啊 你實在剛好就好了啦 真的啦 為什麼施打疫苗變成這樣 我再跟你講一個 陳建仁 總統 副總統當選就講了 請你們加油 7成的快篩 7成的 客流感用藥 要趕快處理 你知道 你們公佈的 還有健保署要提供的快篩 我們運線 像偏遠的地方 有很多沒有跟你們CDC 有合約的 即便快篩 確定了 他是 他是得到流感 他要 客流感的藥 還要再排到別的診所 我們是偏我的人是CO 白白挑戰 健保署 是哪裏 一個鄉裡面 一間 還是一個鄉裡面 沒有跟兩間 所以基層的用藥 基層的快篩 你們到底是怎麼處理 然後快篩要智慧 你知道快篩要智慧 連快篩技都過期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到現在已經流行 大流行到這種程度了 快篩還要智慧 快篩技很多都過期了 你們清楚嗎 不知道你是實案專家啦 這事情基本上 從一個源頭的概念來管理 今天CDC 如果盡早 來提高防疫成績 擴大 施導疫苗 的年齡層 我跟你講 這個災情不會這麼嚴重 真的不會這麼嚴重 你去看了幾家醫院 你可以得到什麼結論 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你的昏布的 雲家沒有醫學中心咧 我們的急診室一樣篩爆咧 我們的家戶病患一樣篩爆咧 連家戶病患的999 一樣滿床咧 老中風有血快樂 到老中風急救生的醫院 不敢開刀咧 你們現在公布出來的 疏解醫學中心 我們那個地方 雲家那個地方 你怎麼疏解 雲家那個地方 沒有跟你們新醫師簽約的診所 你怎麼處理 你要到死多少人 你才要擴大 你要死多少人 你快篩 才要免費 你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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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劉建國委員 謝謝